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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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康宏孙 今天我请了一位很特别的嘉宾 上来读书好这个节目 他就是在我身边的嘉藤嘉一 杰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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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藤是日本人 但他可以说到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外表就像个模特 但真正的身份 其实是一位事事评论员 亦都是一位以中文写作的日本作家 他本身书就叫做《爱国策》 专来分析内地粉青的现象 但很无奈 只可以在台湾出版 嘉藤你好 我就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就是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会走上这个中国观察 观察现象的路呢 这个China Watch 是吗 我觉得因为当时我做一个日本的留学生 一个Oversea 来到北京 然后北大 然后当时呢 中国的这个言论市场 它的一个言论的环境不断的开放 然后呢我当时做一个日本的学生 那我中文还是比较努力的学 然后呢后来呢在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中日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让很多非常敏感的问题 包括钓鱼台的问题 包括很多历史的问题 然后在这样的时候 诶 很多的整个的媒体 社会 开始找我 诶 你作为日本的留学生 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那个时候我觉得 诶 还是说的还蛮开心的 觉得就是我可以非常开放的 非常包容的去说 就我有关中国的问题 中日关系的一些问题 这样的话 诶 那我慢慢慢慢的起步 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游客 这是没有想到的 这对我来讲是个大惊喜 我当时来中国的时候 是真的没有想到的 没有准备 没有想到 没有想个儿 没有准备 没有想到也没有准备 但这个是一个整个大的时代 大的环境所赋予给我的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在那些媒体发表你的文章 评论中国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点问题 还有就是 有没有那些很大的烦恼 当然烦恼 当然有啊 在中国发表一篇文章 都是要被审查的 要被审查的 那就是说 比如说有其实非常敏感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当年的什么 天安门事件啊 包括一些历史问题啊 我们不得不慎重 就是说因为我在中国 比如说爱国贼 这本书呢 也是在中国没法出版的 对 因为就是说爱国 爱国可以谈 但爱国贼 一定不行了 不能不能谈 包括在中国的话 比如说在日本和中国 之前发生历史 东海钓鱼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做一个日本人 当然我主张做一个日本的立场 做一个日本人的立场 但是很多的声音 是不能过去发表的 所以我最大的烦恼是 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压力 另一方面是来自大众的压力 其实今天中国的网络 网民已经超过五亿人 嗯 那就是说所谓中国 有一个词叫愤青 愤青 就是说非常愤怒的一个年轻人 对对对 他们经常在网络上骂我 骂你 骂我啊 当然痛骂 不是你的感觉 当然不好吧 当然不好 但这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日本人 对 就是因为我是日本人 所以我有时候呢 我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对 都是不对了 对对 讲什么都没用 这不是好还是不好 对或者不对 对 你知道你是个日本人 就是你的身份 就不好就不好了吧 对 我的身份决定了 所以这个呢 还是有一个忍受的 承受的压力 承受了这么一个能力 压力 对 很大的压力吧 很大的压力 另外就是 中国是你观察 与分析的对象 对 你如何保持哪个理性 第一 另外就是你怎么样 让样子子 不成为一个盲目的清华派 嗯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 理性呢 首先我发出的声音 是一个发自内心的 一个honest的 这点很重要 honesty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说我是在 随便的时候 随便的时候 随便的时候中国 乱说 乱说话 讲假话 这样的话 很多中国朋友很不高兴的 所以理性首先 现在我也作为一个言论 表达者 首先你得客观 公正 中立独立 我也不可能盲目的主张 日本人怎么着 中国人应该怎么着 我也不会这样去说 我是站在中国人和日本人 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 如何理性地去打交代 一个communicate 从这个角度去说 然后 而且 讲话的东西 必须的是真诚的 一个honest的这个东西 这点很重要 否则的话 中国的读者不会接受我的 当然 英文一听就听出来吧 对 一听出来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提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我怎么避免做盲目的清华派 对 因为如果我做盲目的清华派 我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日本了 嗯 我必须得做一个中立 自立 独立的 一个independent 的这么一个thinker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首先跟中国保持距离 I need to keep distance 这个arm distance yes exactly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就说 我跟中国打交道 不能离中国太近 也不能太远 太远 如果太近了 你被淹没了 看不清楚了 但如果你太远了 也看不到啊 也不知道 所以说我经常看一些 国外的网站 我经常回日本 经常跟国外的朋友打交道 然后就说 经常跟美国人 英国人 包括香港人 一起讨论中国 一块交流 这样的话 可以稍微避免 我盲目 成为盲目的清华派 从意图一 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呢 你在你的深书里边 那个爱国仔 对 你就是说哪个书 我知道在内地 不能够出版了 嗯 就能够在 台湾那边 对 到底 官方他们怕什么呢 首先就是说 这本书 我在中国大陆 我试过 试过就是说 跟几个出版社 跟他们谈 这本书能不能够出 他们说不能够 不能够 为什么 问题不在于内容本身 而是这个书名 爱国贼 这个书名不能够 够了 已经够了 因为就是说爱国没问题 嗯 爱国两个字没有 但贼 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非常的敏感 是一个很大的crisis 对 而且呢 他们最怕什么 他们最怕的是 因为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出 是因为 爱国贼这本书 或爱国贼这个书名 其实很有说服力的 非常说服力 其实我说的是真的 对对对对 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的爱国贼 他们说爱国无罪 你说只要这个爱国的 比如说 你拿什么东西 然后打砸日本的大食馆 打砸日本的餐厅 他们认为爱国无罪 抵制日货 这是爱国的表现 他们实际上在爱国 什么是爱国贼 就是为爱国而卖国的人 他们嘴巴里说我在爱国 但实际上你这种行为是在爱国 做很多破坏都很 破坏的东西 那这样做的话 中国国家的一个image 一下子在下 破坏了吧 破坏了 那他们是个爱国贼 对 但我说爱国贼 出这么一本书 中国的国家的国家 为什么害怕 是因为我说的是真话 日本在千年前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去到长安 学习唐朝的文化 促成了日本文化革新 这一批人当时称之为显唐使 嘉藤嘉一就是日本当代的显唐使 这些日本的年轻精英来到中国 由学习到观察、研究、分析中国 到建立人制网络 还可以用中文去写作 从嘉藤的身上 我见到的是日本现代化 能够超越中国的最主要原因 今个星期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